当播篮球快讯 星期三早早 WNBA常规赛继续进行 届时自由人坐镇主场迎战梦想 自由人最近重拾自信 连续两场比赛得分破百并且取胜 加上球队实力明显强过梦想 自由人这次主场作战赢波在职 自由人并没有受之前不敌天空的比赛影响 在之后的两场比赛 分别赢了梦想和飞翼 获得一波两连胜 面对梦想的时候 自由人后为伊尼斯古命中个人生涯身高的8个3分波 全场得到37分 也是他生涯首次 面对飞翼的时候 轮到左部利安拿斯超活发威 这位超级得分手 全场20投15中 非常高效拿到32分 自由人得益于个别球员爆发 进攻端表现出色大动之下 最近两场比赛赢得都算轻松 自由人这次回到主场 再次面对梦想 前者的优势无疑巨大 只要自由人展露实力 梦想必定无法抵挡 阵容方面 中风韩玉为国出征无缘上阵 梦想目前战绩为二胜五负 并在过去五场比赛里面输足四场 正处于三连败势头 梦想阵容组成实力搏弱 虽然拥有加利斯 柏加同连尼侯活三位军场得分 在17分附近的球员 但其他球员表现非常差 无能够军场得分上伤 这三位球员都不是能力出众 投射端效率较低 目前梦想的战绩低迷 赛季军场得分为82.6分 本赛季他们还未有一次单场得分达到90分 梦想的进攻畅艺较低 对比自由人的核心系由布里安拿斯超活 这样的超巨领险 就更显劣势 梦想本场比赛出征凶多吉小 阵容方面 后卫艾利·麦当劳 丹尼尔·罗宾逊相决 中锋位 路柏特就因个人原因决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打赏 2分钟 转移转 6分钟 2分钟 農杂